我們來看臺灣的急診實在是很方便 根據衛生署的統計 臺灣有七十五的急診患者 都是自己驚入急診室 好像一聲患者是救護車送來 另外一聲是一聲五是其他便宜來轉送 急診當前患者好像這兩聲而已 為了遭到這種 臺車的情形 衛生署是標示 現在開始要實行行業 希望大小便宜可以作一個急診醫療夢 就是急診的專政制度 醫生的醫德很好 而且經驗也好 你來我寧願等他一下 等那個時間 我雖然不能說醫副藥就見一下 起碼可以減輕病痛 根據衛生署統計 七十五趴急診病人是自己去病院看 你不是經過救護車送到尾 還是其他的病院轉送到急診室 而且急診室跟急診室的標準差不多 和醫學中心急診室的意思 要用相關的時間來診室 幾檔前患者 不過醫改回臨危 比人沒想到去消避醫 是因為對急診室沒有信心 我們現在的不管是診所還是基層的 這個評鑑其實我們是沒有做的 那這個品質的資訊沒有公開 那民眾就無從來就是正確的就醫 面對急診室人真正問題 衛生署表示 今年開始這篇急診室跟增進品質提醒各位 已經有26間的醫學中心 才的大型病醫 維基地病醫 可以跟一百八十三間 比較少型的科學病醫學走 形成急診醫療網 希望追到急診室 上醫學中心 一般患者增進到科學病醫 改革醫學中心變成不久 跟急診人真正問題 記者 中學報道